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字符串的切片 同学们我们首先来明确一下什么叫做切片 哎大家看到切能想到什么呀 哎非常好都想到刀了对吧 既然都想到刀老师呢就先来准备两把刀 注意啊我们把这两根红线啊理解成两把刀 那现在刀准备好了我们开始切谁呢 大家看假设我们程序中啊有一个大的字符串叫做Python 而我们开发中呢希望使用这个大的字符串中一部分内容 那可以怎么做呢哎我们就使用第一把刀咔嚓先砍一下 再使用第二把刀咔嚓再砍一下 两刀下去之后中间的结果就是我们最终切片的结果 哎这个就叫做切片 好理解了切片的概念之后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切片的语法 同学们当我们希望对一个大字符串进行切片的时候 先在中号内指令开始索引 开始索引啊就是我们第一刀下去所在的位置 譬如我们把开始索引指定为零 是不是就从字符串开始位置进行切片 对吧 然后在开始索引后面跟上一个冒号 在冒号后面跟上一个结束索引 这个结束索引啊就是我们第二刀下去的位置 哎同学们 譬如老师把结束索引指定为二 开始索引指定为零 两刀下去之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索引零的字符 以及索引一的字符 共同组成的一个小字符刷 那在这里老师问大家 同学们索引二对应的字符 包含在切片结果内吗 哎不包含 在这里同学们需要注意啊 我们指定了开始索引 指定了结束索引 切片的结果是开始索引和结束索引中间的内容 而结束索引对应的字符并不包含在切片的范围内 所以最终切片的结果是不包含结束索引对应的字符的 哎这个是使用切片时务必要注意的 好理解了开始索引结束索引之后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不长 同学们 所谓不长啊 就是在我们开发时 希望对一个大的字符刷有间隔的进行切片时 我们呢就可以指定一下不长 譬如老师把不长指定为数字2 我们呢仍然从0 也就是字符上开始的位置进行切片 你们看0开始要切的第一个字符 是不是就是字母P 对吧 当这个字符切完之后 我们呢就用这个字符对应的索引0 加上不长2 0加2是不是就等于2 因此呢 第二个要切的字符就是T 而T这个字符切完之后 我们呢再用索引2 加上不长2 因此呢 下一个要切的字符 就是索引4 对应的字符O 诶 指定了一个不长之后 我们呢就可以有间隔的 带跳跃的 从一个大的字符刷中 切出一个小字符刷 诶 这个就是字符刷切片中 要使用的三个数字 开始索引是第一刀的位置 结束索引是第二刀的位置 但是第二刀下去之后 并不会包含结束索引 对应的字符 而在我们开发时 如果希望有跳跃 有间隔的对字符刷切片 就可以来指定一下 切片的不长 诶 这个就是切片的语法 好 讲到这里 老师啊 在针对我们之前学习过的索引 给大家做个小扩展 给大家看 之前在给大家介绍索引的时候 D0的元素 对应的索引值是0 对吧 从0开始 从左向右 依次递增 这种索引方式呢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顺序索引 但是 在我们对一个大的字符刷 进行切片的时候 有的时候 这个字符刷可能很长很长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要想数到字符刷末尾 是不是就非常麻烦了 哎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 Python中呢 提供了一个非常聪明的盗序索引 因为所谓盗序索引啊 就是最后一个字符 对应的索引值呢 是负1 哎 从最后一个数值 从右向左 依次递解 负1 负2 负3 负4 这种方式 同样也可以从字符刷中 取出对应的字符 这个就叫做倒许索引 那现在给同学们出个思考题 大家看 假设我们把开始索引设置为0 把结束索引设置为负1 可以看 开始是0 结束是负1 那么截取的字符刷会包含末尾这个字符吗 哎 显然不会 对吧 因为切片是切的两个索引中间范围的内容 那如果我们在开发时 想要切到字符刷的末尾怎么办呢 哎 其实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在切片的时候 结束索引这个数字不指定 把它空下来 就能够切除到字符刷的末尾了 好 讲到这里 老师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字符刷切片的语法 指定三个数字 开始索引 结束索引 各下一刀 中间部分就是切片的结果 当想要跳跃间隔的对字符刷切片 我们就可以指定一个不长 同时为了方便对太长的字符刷进行切片 在python中还可以使用盗序的方式进行索引 所谓盗序就是最末尾一个元素 对应的索引值是-1 从右向左依次递解 -1-2这种方式 这样呢 就可以方便对一个很长的字符刷进行切片了 好 讲到这里 老师就暂停一下视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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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